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今日談 我是魏婷 中國 沙特和伊朗10日在北京簽署並發表聯合聲明 宣布沙伊雙方同意恢復外交關係 並強調三方將共同努力促進國際地區和平與安全 自古以來沙特和伊朗矛盾衝突不斷 2016年沙特伊朗斷交 時隔7年後沙特伊朗兩國為何在北京握手言和 沙特伊朗恢復外交關係中國的斡旋起了多大作用 沙伊兩國復交又會對中東地區乃至世界局勢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相關話題今天我們邀請到寧夏大學中國阿拉伯國家研究院院長李少仙先生做分析解讀 首先通過短篇了解一下相關情況 3月6號到10號沙特國務大臣兼國家安全顧問艾班 和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沙姆哈尼 分別率領兩國代表團在北京舉行對話 經過連續多日的談判 沙伊雙方10號達成北京協議 中沙伊三方簽署並發表聯合聲明 三方的聯合聲明宣布沙伊雙方同意恢復外交關係 在至多兩個月內重開雙方使館和代表機構 同意兩國外長舉行會晤 啟動上述工作 安排互派大使並探討加強雙邊關係 此次會談在三國領導人的支持下 充分梳理了沙伊分歧的經緯 探討了解決分歧的有效方式 沙伊雙方希望這將為兩國在兄弟般關係的框架下 在堅持聯合國憲章 伊斯蘭合作組織憲章 以及國際規章和慣例的基礎上 掀開雙方關係新的一頁 沙伊雙方讚賞並感謝中國領導人和政府承辦和支持此次會談 並推動其取得成功 中方為達成本次協議提供了積極的便利 是中國外交基本政策理念的生動體現 這其中就包括了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倡議 伊方也對相關的倡議堅定的支持 中沙伊聯合聲明還強調 三方將共同努力維護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促進國際地區和平與安全 李先生您好 沙特伊朗在北京宣布同意輔交 這個消息一出引發了世界多國媒體的廣泛關注 伊朗和沙特拉伯到底有著怎樣的歷史恩怨呢 為什麼這次會引發極大的關注 引發極大的關注它是非常有道理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要知道沙特和伊朗的關係 在這個世界上被認為是頑己之一吧 可以這樣講 這是一對老原家了 他的這個矛盾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如果我們把這個世界的這種頑己是很多的 比如說印度和巴基斯坦 比如說日本 韓國 比如說巴勒斯坦 以色列等等這樣一些 人們習慣性的把這些這個難題 世界性的難題 熱點的難題 這個用難度係數來表示 比如說難度係數最高是10 那麼沙特和伊朗這個關係和解 它的難度係數是9 非常難 那麼相比較來講 人們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難度係數 他們和解的難度係數給5 那麼日韓呢就是3 你就可以從這個難度係數你可以看出來 所以這一次伊朗和沙特的這個和解 重啟外交關係 可以說世界絕大多數這個國家 它認為是不可能的事情 絕大多數認為是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在北京做到了 所以引起了轟動性的關注 而且這樣一個事情的達成 就是他們這個三方聯合聲明的發表 在北京這個談判 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我覺得這是非常必要的 因為這麼敏感的兩個國家 被認為是不可能和解的兩個國家 我們看這個他們同處於波斯灣 這個波斯灣這個名字 是世界公認的地圖上叫波斯灣 但阿拉伯人不叫波斯灣 阿拉伯人叫阿拉伯灣 那這個人們當涉及到阿拉伯的時候 涉及到伊朗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折衷叫海灣 所以現在出現個海灣 現在一般的出現海灣 就是特製波斯灣就是這個 那麼這個海灣的兩側 一邊是伊朗 一邊是基本上沙特阿拉伯 還有其他一些海灣的小國這樣 那麼一邊是波斯人 一邊是阿拉伯人 而這個情況存在了 上千年了 就是而且這個雙方之間這個矛盾 可以說是跨越了千年這樣的 根深蒂固 各種各樣的歷史的恩怨 是吧 領土上的這個這個 平凡的這個更換 然後這個文化 宗教上的差異 雖然大家共同信仰伊斯蘭教 但一邊主要是虛擬派 一邊主要是實驗派這樣說 所以他們之間的恩怨 這個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在這樣一種情況下 能夠達成協議 錯誤世界的意料 其實在最近兩年裡面 沙特和伊朗呢 也就關係正常化 展開了很多輪的會談 開始對外交關係 進行了一些調整 您覺得這一對宿敵 達成複交協議背後的原因 究竟是什麼呢 我覺得有三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第一呢 雙方恢復外交關係 得符合雙方現在 國家的利益的繼續 我覺得這個條件是滿足了 從2021年開始 你像從沙特這邊來講 美國政策調整了 過去特朗普是這個 在這個地方是指一派打一派 就是這個堅決的支持 沙特和拉伯作為領頭羊 來對抗伊朗打壓伊朗 但是特朗普下來了 那麼現在拜登上 拜登上來調整政策 要恢復核協議 而且和沙特的關係明顯地拉開了 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想一下 沙特在去和伊朗對抗去 這個符合他自己國家利益 所以實際上 拜登政府上台之後 中東國家的關係都在調整 都在區域緩和 這個也從另一個側面 可以使人很明確地看出來 中東地區過去的緊張很大程度上 是外部勢力的干預 實際上說白了 是美國在這個地方的插手造成的 而隨著美國所謂的戰略收縮 減少了在中東的這個影響力 中東國家開始都趨於緩和 沙特和伊朗緩和就是在這樣的大潮中 這個緩和呢 既符合沙特的利益 也符合伊朗的利益 所以這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你不符合利益 他不會這樣幹 第二呢 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水到渠成 為什麼說水到渠成 從2021年 兩國就開始調整政策 就開始談判了 他們先是秘密地在伊拉克談判 後來就公開了 後來還在阿曼談判 所以這一次達成協議之後 雙方也對伊拉克和阿曼表示感謝 就這樣 所以經過兩年多的這個接觸和談判 其實他們很多的問題都公開了 都那個什麼呢 就是談得很深入 所以沒有這個鋪墊 指望他一招就能達成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水到渠成 第三呢 就是中國這個順勢而為 我們推動兩國就是 雖然是大家有了共識了 但是零猛一腳那是太難了 大家有一個先例 比如這個伊核談判 恢復核協議談判 早就是要零猛一腳了 但一直是進不去 是吧 所以這樣一個中國的 關鍵的推動作用 這是必不可少的 這也是我們中國長期做工作 久久為功 最後出現的一個結果 大家知道去年12月 我們總書記去訪問沙特 搞三環峰會 那麼今年2月 邀請伊朗總統來華訪問 這個伊朗總統離開中國 短短半個多月時間 在北京就實現了沙特和伊朗 之間的這個會談 最後有這個三環協議 所以剛才在那個小片裡頭 我們看到了伊朗的那個 沙姆哈尼這個講道 是這個包括沙特的代表講道 這個接觸和談判這個協議 是在三方的最高領導 這個關注下 確實是這個最高層的推動下 在中國這個幫助聯盟一腳 把這個球送進去 所以三個條件缺一不可 這次呢沙特和伊朗 在北京會談了五天 梳理了沙伊分歧的經緯 探討了解決分歧的有效方式 在您看來 兩國關係之後的發展 還會面臨哪些挑戰呢 雙方又如何來管控分歧 這也是中國智慧 中國的擔當 在這樣一種大國擔當下 實現的一個結果 這是我們為什麼說中國智慧呢 我們兩個國家它矛盾是 我剛才講的根深帝國 這個現實的矛盾 那是非常明顯的 可以這樣講 就是兩國共同處於海灣列區 兩國都是重要的國家 中東最重要的兩個國家 可以說最重要的國家吧 那這樣 在這樣的情況下 雙方在中東的影響力 各方都特別關注 你的影響力增長 就是我的影響力的減弱 所以它有個地緣政治 再加上雙方 我剛才講了 尋尼派什葉派阿拉伯人 波斯人等等 錯綜複雜 再加上外部勢力的干預 所以這種情況下 大家要走到一起重啟外交 談何容易 所以我們中國智慧是什麼呢 找到大家的公約數 公約數就是什麼 大家回到2001年1998年 原有的雙方的共同點 雙方達成的協議 到這個基礎上來 這是一點 第二一點呢 就雙方共同的關心 我們特別強調 要相互忠重對方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這個是雙方也特別關注的 對於沙特來講 那就是他要關注 你伊朗是不是干預我的內政 因為沙特內部也有什葉派 你是不是在野門指示胡塞胡裝搞我 他認為這是他的核心關切 那麼對於伊朗來講 他也非常關切 你沙特 美國利用你來搞我 美國早就把伊朗作為嚴重釘了 這個必於出職而後快 那麼利用沙特 是吧 這個伊朗也是特別關注 所以我們特別強調 忠重相互忠重對方的領土完整和主權 這個 所以大家在這個公約數的基礎上 我們走到一起恢復外交關係 當然外交關係恢復是一回事 要真正能夠這個深入的合作 真正能夠實現長久的和解 這還需要久久圍攻 繼續往前推進 現在也有分析認為說 沙特和伊朗達成協議 也是遜尼派和什葉派的一個和解 是史無前例的 沙特伊朗恢復外交關係 在您看來對於中東地區 乃至世界局勢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認為是這樣 實際上就是被這個廣泛渲染的 巡女派和什葉派的這個矛盾 其實是被誇張了 雖然是兩大教派 但是大家共奉這個伊斯蘭教 古蘭經 大家同念一本經 這樣一個 那麼為什麼教派的這個矛盾 凸顯出來呢 實際上主要還是地緣政治 在起作用 我們知道2003年 伊拉克戰爭 美國打伊拉克戰爭 美國打伊拉克戰爭 實際上嚴重的這個 顛覆了這個地區原有的 地緣政治上的平衡 如果說過去 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 作為阿拉伯世界的一個相對強國 那麼和伊朗實際上是形成對立 就是雙方形成一個相互的制衡這樣一種 但是美國打伊拉克戰爭 把薩達姆幹掉了 伊拉克衰落下來了 阿拉伯世界一時之間 那當然伊朗的影響力就進來了 伊朗影響力通過什麼進來 通過宗教的紐帶 通過教派的紐帶 所以在這個之後 那麼地區性的這些國家 像沙特啊什麼這些都是它 尋尼派為主的 那麼這樣的話 就把兩個教派的這個 矛盾就凸顯出來 但實際上說到跟 它是一個地緣政治的矛盾 那麼隨著沙特和伊朗關係的 這個恢復外交關係 逐漸的當然雙方共同利益 它需要雙方的和解 逐步的和解的深入 我覺得教派的矛盾 教派的重突的那個因素啊 它會逐漸的回落 沙特和伊朗兩個國家呢 也都是產油大國 兩家和好 對於全球能源市場 又會有怎樣的積極作用呢 我覺得這樣 就是說沙特和伊朗 是海灣地區最重要的兩個國家 那幾乎我們毫不誇張的 可以這樣講 沙特和伊朗關係的緊張 就意味著波斯灣的緊張 意味著海灣地區的緊張 而海灣地區緊張是很可怕的 我們知道霍爾摩茲海峽 牽動著世界經濟的神經 那麼這個地方 這個形勢要是起伏的話 那麼世界經濟它就會波動 就會油價什麼的 都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這樣 所以兩個國家的和解 那預示著海灣地區 就是這個怎麼說呢 海灣地區的穩定 這個和平有希望 至少是這樣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一般的到歲末年初的時候 國際上的各大機構 都要預測一下 未來新的一年國際的形勢 在去年的預測的時候 很多的國際機構 就預測2023年的世界 有六場衝突可能爆發 其中呢 三場到四場是集中在中東 而在海灣地區爆發一場圍繞 包括伊朗的這樣一種 這個大規模的衝突 他們認為可能性是非常之大 所以現在沙特和伊朗 能夠重啟外交關係 走向和解 那就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海灣地區爆發衝突的可能性 在下降 所以這對於世界來講 當然是個好事了 好的 感謝李先生精彩的解讀 下節新聞近日談繼續帶您關注 美國歡迎中國促成沙特與伊朗附礁 否認其在中東影響力減弱 相關話題我們稍後繼續 新聞近日談歡迎回來 對於中國成功斡旋沙特與伊朗達成協議 同意恢復外交關係 美國白宮10號表示 歡迎任何降低區域緊張局勢的努力 美國將密切關注中國在中東等地區 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白宮還堅決否認美國在中東影響力減退 美國白宮10號對中國促成沙特與伊朗 恢復外交關係的努力表示支持與歡迎 白宮表示自2021年以來 美國就支持沙特和伊朗在伊拉克和阿曼的斡旋下 展開談判 但對於美國無法促成沙特與伊朗達成最終協議 但中國取得了成功 白宮對此表示 部分原因是出於伊朗內部和外部的壓力 我們知道多數個國家在他的國家 和伊朗裡 titles交 direct cold contact issues兩點進入和伊朗 台灣博文最令人不須達建立 中國成功väPS 中國有參與與此 這件事lah怎麼受到太也 我通常請問中國 但是坦 400 你們也說 明不會提供著 特性被推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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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您好 我们的话题继续 沙伊两国关系在中国的斡旋之下发生了转变 白宫称欢迎中国的斡旋 您认为美国真的欢迎两国关系的改变吗 美国不能不欢迎 因为两大树敌实现走向和解 这个是世界的一个好事情 所以联合国秘书长什么的 大家一票欢迎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能说什么呢 我觉得从内心深处来讲 当然这不是美国所愿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他不能不出面表示赞成和欢迎 他只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类似的事情 有人说美国没有做不到 中国做到了 其实一个是美国不愿意做 美国也不会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看一下美国在中东的政策 他仍然是在孤立打压 这个排挤伊朗 这样的政策不变 你说他会去做 推动伊朗和沙特和解这样一个事情吗 所以他不会做 他不愿意做 第二个 即使他去 愿意去做 他也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 非常简单 其实推动两个国家走近 恢复外交关系 在大国里头只有中国能做到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你要推动两个树敌走近 那么需要什么力量呢 需要两个树敌 这两个对立的国家 都共同信任你 在世界的大国里头 大家想一下 现在谁还具备这个条件 只有中国 那么能够得到沙特阿拉伯的信任 同时也能够得到伊朗的信任 如果美国出面 可能能得到沙特的信任 但能得到伊朗的信任吗 欧洲国家出面 能同时得到两国的信任吗 所以中国推动实现两国和解 这不是偶然的 沙特方面也是常年 与美国保持着战略合作 被视为是美国中东战略的一大支点 有分析认为说 沙特和伊朗走近 也是对过去美国没有更认真 考虑沙特安全利益的一种回应了 您怎么来看 我认为是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美国在2001年914件以后 可以说美国在中东的整个存在 那是如日中天 所谓打着全球反恐的旗号 一局派军队去把伊拉克的政权推翻 2011年之后还广泛的干预 什么利比亚 叙利亚 野门等等 这么样一种局面 但是大家要知道 其实美国 随着美国如日中天 对中东的干预 在世界的干预 它逐渐是力不从心了 所以从2011年开始 美国是在不断地从中东在抽身 从世界各地在搜索 就是特别是到了现在的拜登 拜登之前的特朗普 他要搞什么呢 大国竞争 他把对立的矛头指向了 俄罗斯指向了中国 这样一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断地 他需要从世界各地搜索力量 特别是从中东 因为过去他是高度地在中东投入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在不断地搜索 那么中东地区的国家 为什么他政策伴随着 美国政策的调整 他们也调整政策呢 过往在美国的政策下 特朗普时期 中东国家就充满了对抗 大家看一下 除了伊朗和沙特之外 土耳其和沙特 土耳其和以色列 伊朗和以色列 所以他这应了谁的话 应了基辛格那句话了 中东第一的敌人还是敌人 他这么样一个非常的乱局 这个乱局怎么造成的 美国在中东 实际上 咱们说败了 就美国在中东作孽 所以使得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 这个矛盾的不可开交 这么样一种局面 那么现在美国在不断地操生 那中东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 所以关系都在化解 我们看短短的两年多时间 土耳其和沙特的关系明显地化解了 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明显地和解 走向和解 现在沙特和伊朗的关系在和解 所以重要的中东国家的关系都在和解 而这一个大的背景 美国在操生 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 不管美国人怎么说 否认我在中东影响力下降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都在下降 现在还有一些西方的媒体来据此炒作 说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了 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被替代等等课题 您觉得此次事件能不能说明 在中东地区中国的影响力日渐扩大 而美国的影响力却在日渐衰退呢 中共不会取代美国 我们2016年 系统数据访问中东的时候 当时先去了沙特阿拉伯 然后到了埃及 后来又到了伊朗 就是访问这三个国家 中东三个最重要的国家 可以这样讲 当时我们就公开的声称 我们在中东不找代理人 不谋求势力范围 不填补政治真空 这是中国非常明确的立场 事实也是这样 中国在中东不谋求私利 中国和中东的任何国家发展关系 不以任何第三方为目标 这个和美国形成的鲜明的对比 因为美国也会促成一些和解 你比如说前不久 好像把日本和韩国搞到一起了 但是日本韩国关系的缓和美国推动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针对中国 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美国也曾经在2020年 推动以色列和阿联酋等等 就是所谓亚伯拉罕进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和解的动作 但是美国这样做 目的是什么 目标是伊朗 所以它都是这样 而中国恰恰相反 我们推动伊朗和沙特的和解 我们针对哪个目标呢 没有 我们只是为了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 一两年前我们王毅当时时任国务员兼外交部长 发表了海湾安全倡议 就是海湾实际上是世界矛盾最激烈的 错综复杂的一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希望建立起安全 这个稳定的这个结构来 这个进行安全的合作 那么现在我们就用实践 来推动这样一个倡议的落实 实现了这个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和解 好的 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